第四十四章 林峰叛变了 林峰想起这一年多的沧桑 就为自己感到悲催 好不容易赶上穿越者大军 直接获得低配版的永生 变成僵尸后 又成功混入九叔阵营 结果到现在也没系统没外挂 连戏份都没九叔多 特别是今晚 看到个比自己还没像主角的僵尸 莫名其妙的 就被偷了 然后打一针 都成飞僵了 而自己到现在还是个平平无奇的黑僵 一股凉凉从心中涌出 对面的麻麻地本能的一哆嗦 好像感受到了寒意 这是给我下马威 果然 林峰 九师弟的护道林师也和他一样 都那么小心眼 不就是一直没怎么注意到他吗 至于吗 鼓起勇气将林峰带到桌子上坐下 忽然惊得跳起 嘴称OO行指着林峰 你你你 会说话 九叔抓住时机 正经未做 显露出无尽的高人气质 拿起茶杯吻一口 只说一句 少见多怪 但那上扬的嘴角 拉都拉不下来 拒绝让林峰替他们假扮僵尸的请求 只等天狗时日那天的到来 麻麻地师徒也只能分开 各找各的诗 几天后的晚上 镇上的街道 一黑影在蹦搭 不远处有一打羹人 敲三下竹筒 喊道 天干物燥 小心火烛 柔柔眼 却不见对面的人影 奇怪 难道是我看错了 啊 原来那道身影不知何时 出现在打羹人的身后 一口咬在他脖子上 鲜血流逝 身上的痛楚也渐渐消退 直到眼中的生机消散 某家客栈 林峰将九叔推醒 九叔 他来了 九叔问一声 迅速拿上装备 踩在准备好的板子上 林峰跳上板 避露飞板而走 真可惜了 那金冠没了 飞到街上 便看见了月下的五道身影 林峰一看 却是那飞江和麻麻地师徒三人 和找尸工具人人猪猪 他们三人一直在找尸 人猪猪后来也加入找尸小队 直到今晚 通过人猪猪之血 设下倒数指引 这才找到任天堂 麻麻地惊险地躲过一爪 瞥见天上两道希望 大喊道 师弟 快来啊 这是你们要找的飞江 九叔在铜钱键上 虚昏画符 念完咒喝声挤 铜钱键上闪出金光 只飞向任天堂 任天堂不闪不避 往后一抓 铜钱键金光暗淡 被抓在手中 轻轻一握 九叔再抱一把铜钱键 但凡字幕看了都心疼 自己几张符都舍不得用 九叔竟然拿铜钱键的一次性用品 任天堂被引开了注意 麻麻地四人立刻逃走 压力再次给到九叔和林峰 九叔 我们似乎有点草率了 明天是天狗十日 要不 林峰又开始打退堂鼓 这次九叔却摇摇头 今晚不能走 我们不再不知会有多少人命丧失口 心意很 割开十指度 快 我们把他引到郊外 林峰立刻操控木板飞走 那任天堂果然 被道士林鞋所吸引 跟着木板而飞 另一边 跑到一半的麻麻地突然停下 不行 我不能就这样走了 转身看着两个徒弟和人猪猪 你们三个回去 我去支援师弟 说完就往原地追去 看着天上的两个点 靠 真能飞啊 喘口气 又追着跑去 后面却又远远的吊着三小只 天空中 林峰在前面控制木板飞 九叔在后面和任天堂打空战 时不时的就从手中射出一道金光 踢趴 打在任天堂身上 只有一点点火星子 虽然伤害不大 但也能稍微阻止个一两秒 跳下木板 林峰看着九叔的脸色 都快赶上自己了 九叔 你是不是虚了 看你这脸 都快变鬼变僵尸了 九叔一手架在林峰脖子上 胸膛快速起伏 右手还在不停的抖 一副那啥过度的样子 能不虚骂 刚刚每一发 我都用了精血 任天堂很快也从天而降 林峰灵机一动 把九叔推倒在地 面对九叔诧异的眼神中道 九叔 看我的我来拖时间 转身就对任天堂 表达出真诚的感激 江师兄 太感谢你了 要不是你 我还被这个可恶的道士奴役 江师宇能听懂江师宇的九叔 差点没忍住引爆林峰的冲动 任天堂转动他那不太灵光的大脑 原来如此 你是被奴役的 居然还能做出像玛丽那样恍然大悟的神情 图线欠着 林峰还想着继续解释 结果没必要了 对面这任天堂 还真没什么脑子 任天堂拍拍胸膛 展示出自己强大的气势 兄弟你以后就跟着我了 没人敢再欺负你 林峰都猛了 这任天堂还真 意气 眼看任天堂注意力又到了九叔身上 林峰立刻上前 抓住任天堂的双肩 学着桃园三兄弟的语气 大哥 任天堂猛了一下 才反应过来 也抓住林峰的双肩 小弟掉在后面的妈妈弟 差点怀疑人生 是弟的互道林师叛变了 和任珠珠他爷爷称兄道弟了 就在这时 两只手拍在妈妈弟肩膀上 妈妈弟差点下趴下 道士的本能 让他快速拿起桃木剑往后砍去 才发现是自己的两个徒弟和任珠珠 你们怎么来了 师父 我们也担心你 妈妈弟很感动 自己平时对两个弟子那么差 他们居然还敢在这么危险的时候陪着自己 心里暗暗发誓 这一节过去后 一定要好好对这两个弟子 只听阿豪继续道 师父 您不像林师叔那么强 过来差不多就是送死 我们 嗯 妈妈弟眼神逐渐和善 他收回刚刚那不切实际的想法 任珠珠替他们转移话题 妈妈弟师父 现在情况怎么样了 现在 妈妈弟顿了顿 林师弟的互道林师 再和你爷爷称兄道弟 可能是叛变了 三人三连猛逼 俩徒弟叛变了 人珠珠 称兄道弟 第四十五章奇猛了 居然看到僵尸结义 几人看到对面 两只僵尸已经开始结义 是的 还正在结义 林凤为了尽可能的拖时间 提议 僵尸大哥 此情此景 不如我们煞气为盟 呼吸一点对方的湿气 结为异性兄弟 如何 任天堂感觉头有点痒 好像要长出什么东西来了 只思考了几秒钟 没感觉有什么不对 便把手臂伸到林凤嘴前 林凤都差点用猛一次 这也太好忽悠了吧 简直就像个刚会说话的婴儿一样 难道是因为用真脆化 灵质不高吗 都送到嘴边了 不吸白不吸 一口咬下去 卡 只感觉咬在了铁块上 牙都差点瞌碎 好在自己的牙 起码也是快铁 再度发力 才刺穿任天堂的皮 吸一大口 湿气入喉 这味道 与以前吸过的都不一样 如果说普通黑江是 溺血冰城的奶茶 那吸血鬼就是充满腥味的奶茶 而这任天堂 就是加了辣椒 生姜 香菜和折尔根的奶茶 差点没吐出来 喂 太杂乱了 太冲了 这一口 虽然明显的让自己感觉到了提升 但实在是坚持不住了 大哥你的湿气太强 我承受不住 林峰放下嘴 又有点后悔 应该再多踹两口的 有点小亏 又把自己的尸首 伸给任天堂 大哥 到你了 这波就赌他随便吸吸 就像当初读酒书会收留自己 任天堂感觉自己的小弟有点弱 发动他机智的脑袋刮 好像有个灯泡从他头上出现 兄弟 你比我弱 我随便吸口小的 我会轻轻的 绝对不弄疼你 任天堂觉得自己的智商渐长 现在还会说出安慰人的话了 林峰觉得任天堂这话 似乎有点问题 很不对劲 好像脸上被压过了什么东西 任天堂说到做到 拿上林峰的手 只咬破点皮 轻轻吸一小口 而且那量很小 还不到林峰吸的十分之一 简直离谱了 这任天堂这么好说话 林峰都怀疑是不是谁在帮他开挂 相互吸完 林峰立刻拉走任天堂下跪 任天堂一货一化 但也跟着好兄弟照做 大哥跟我做跟我说 好 林峰伸出三根手指头 充当香 喊道 黄天在上 后土在下 今日我与大哥结为异性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心中疯狂的呐喊 假的 假的 你们别信 都是假的 茅山的列祖列宗 帮我说说话 我都是为了救久书啊 任天堂学着林峰 也伸出三根手指头 喊道 黄天在上 后土在下 今日我与大 兄弟结为异性兄弟 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虽然这里面他一大半都没听懂 但是他还是信任他新任的好兄弟 此刻 半趴着的九叔 现在只想完全趴下去 用力掐自己一下 很疼 但他依然感觉自己是还没睡醒 求到多年的道心都有点不稳固了 想不到有朝一日 居然能看到两个僵士结拜 这不合理 很不合理 根据毛山多年所学高等僵尸只会奴役低等僵尸 怎么可能会结议 林峰也就算了 原本就挺像人 但是这非僵尸什么情况 同样的还有麻麻地 他一度怀疑自己学的假僵尸语 要么是他听错了 要么是毛山的师父教错了 林 九师弟的互道 林师叛变 还和对面的僵尸结议 这怎么打 后退半步 却撞上两个人 是他的两个徒弟 他们也没想到 师父突然后退 问道 师父 你不是常说 你能听得懂僵尸话吗 现在如何了 现在 麻麻地看着两个还在跪拜的僵尸 又将目光转向任朱朱 现在那僵尸师弟 已经是朱朱爷爷的结义生弟了 朱朱 你以后的叫他叔公 任朱朱 七格马 哦 下华线 哦 叔公 俩徒弟也反应过来 那我们岂不是朱朱的叔叔 林峰和任天堂结议完 天也还没亮 赶紧找新的话题 转移注意力 只能硬着头皮道 大哥 快天亮了 我们该找地方躲太阳了 躲太阳 为什么要躲 任天堂一整个尼克阳板 黑人问号脸 接着林峰又从躲太阳 一直谈到打针 又一直到不怕倒数 干了一两小时 才熬到天梦梦亮 大哥 真该走了 太阳出来 小弟我就没了 你也不想你信任的小弟 化成一滩湿水吧 一句那啥经典的句式 让任天堂带着林峰找地方躲太阳 跟我跳 林峰想了想 决定把九叔留在这恢复体力 只要任天堂也忘了 跟着任天堂跳了没几步 任天堂突然又停了 大哥差点忘了 我们的食物还在这 任天堂立刻跳到九叔身边 把九叔扛在肩上 跳 九叔为了计划 没有反抗任天堂 只是把身上的包裹紧紧的拽住 这样一来 在前面带路的就变成了林峰 林峰则果断的往山神庙方向带路 两世一人走后 麻麻地背道 凤娇啊凤娇 怎么连你也被僵尸捉了呢 一咬牙 带着三小指 继续跟在后面 直到山神庙 已经升起了朝阳 照在林峰身上 无比的 没太大感觉 林峰疑惑 是因为自己身上的黑袍 还是太阳太小 又或者是任天堂的那一口诗气 跳进山神庙的阴暗处躲好 生是送你的人 死也是耸的诗 穿越了也是耸的穿越者 还不敢乱尝试 除非曝不得已 等林峰躲好后 任天堂拍拍胸脯 也不知道他是怎么做出的动作 指着还在打坐的九叔 兄弟 你好好等着 这食物 等我晚上给你留着 还真讲一起 如果不是自己已经是九叔的诗了 说不定还真跟着他混 然后 等他被九叔弄死 再跟着九叔 九叔见自己生命安全 暂时得到保障 继续打坐恢复体力 只等正午的到来 第四十六章 对不起 我是卧底 月末九点十分 山神庙门外 出现鬼鬼祟祟的四道人影 麻麻地伸出半个头 向庙内观察 只见死白的衣尸脸 等等 僵尸 哎呦喂 手一下没使上力 双脚猛的衣灯 摔了个屁蹲 任天堂一手一个 两趟把这四人抓进山神庙 又朝里面的阴暗处喊道 兄弟 大哥又给你抓了四个食物 等晚上给你留着 半梦半醒状态的林峰 却没听清任天堂所说的诗话 麻麻地才从惊恶中走出 这一天一夜给了他太大的震撼 先是僵尸结义 然后是阳光下的僵尸 如果不是打不过 他现在就想把任天堂抓到他师父面前 让他看看 僵尸怎么就不能在阳光下活动了 但凡让他师父知道 一定会狠狠的揍麻麻地一顿 他当年教的明明是飞僵以下 任珠珠被摔在地上 叮当一声 身上的怀表掉在了地上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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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任珠珠顿时脸刷得煞白 因为那他爷爷已经朝他准备看来 那生前慈善的爷爷 此刻却是那么恐怖 曾经一直粘着爷爷 现在只想他爷爷离得越远越好 僵尸脸越来越近 任珠珠已经被吓得闭上眼睛 仿佛任命了一般 不敢呼吸 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以及曾经爷爷最爱听的音乐 一分钟 两分钟 三分钟 久久没有被咬 任珠珠悄悄睁开小半只眼睛 大概有李家荣浩那么大 只见爷爷任天堂侧着头 耳朵靠近怀表 一动不动 静静的听着音乐 就像个死人一样 从其他人的角度看 任天堂是直扑向怀表 对任珠珠似乎没有一点兴趣 这和他的老表任勇威完全不一样 那任勇威一变成僵尸出关 就立马去找他的乖儿子 众人不敢打扰任天堂 直到怀表没电 音乐停止 好 任天堂瞬间发狂 举起双手 仰天长笑 这时候 九叔和妈妈弟居然感受到一股莫名的安心 这任天堂终于像一只正常的僵尸了 但很快 妈妈弟用嘴吹口哨 接上音乐 任天堂又安静下来 把头侧着靠近妈妈弟 妈妈弟 你不要过来啊 妈妈弟脸都绿了 这任天堂还越靠越近 让不让人活了 不到两分钟 妈妈弟嘴都开始发麻了 疯狂是一两个徒弟接班 两徒弟这时候还算靠谱 一个个接班 再之后 就是任珠珠和九叔 轮了几圈之后 九叔已经将准备好的五行法器 传给了每一个人 还差一人 便只能有任珠珠凑数 九叔吹完最后一个音节 一脚踹开任天堂 把他踹的山神庙中间 行动 虽然还不是正午 但是 他们实在是吹不动了 而且 如果等到正午 凌风出不来 那不就白白浪费了这只飞僵吗 但好在 天狗十日的时间 快到了 九叔四人立刻站好位 一个个将手上的东西扔到任天堂身上 最终绕成一个星形 只剩下任珠珠不知道怎么办 抓住星星的其中一脚 急忙喊道 九叔 哇 哇 我不会 九叔咬破手中手指 将写精准的甩到任珠珠的额头 两人瞬间同步动作 五人用手指画着不知名的道家印法 正逢狂风大作 天色开始变得暗淡 原本耀眼的太阳 好像被一只巨大的天狗咬在口中 接着从天而降的一道雷电 击打在任天堂的身上 任天堂本能的感受到威胁 开始剧烈的疯狂 但五行阵虽然没有那108根银针 却也能限制任天堂的行动 五人使上全身的镜 才看看限制住任天堂几秒钟的行动 但够了 天雷的速度比想象中的更快 直接击溃任天堂脖子疲肉 一股恶心的腐肉烤熟的胃 很快充满整个山神庙 任天堂的湿气 也无法控制的从脖子上散出 没有108根银针 天雷也无法精准的击溃 任天堂的每一次穴位 湿气消散的速度也不如原来 这时候天已经完全暗了 如果没有后手 可能又是一番苦战 搞不好还要失败 妈妈地已经开始急了 湿地怎么办 天黑了 里面还有一只僵尸 你的护道灵尸 已经变成任朱朱的书工了 听到凌峰 九叔却显露出无比的自信 高人的逼格满满 身上黄色道袍的衣角 适时的飘起 妈妈地两个徒弟 以及任朱朱不禁想到 是否九叔好有高人风范 比师父妈妈地师父强多了 对于凌峰 这一年多来 九叔已经是很熟了 打硬仗 逆风局很可能干不来 但是面对这种有便宜战的 又或者碾压的 那是打的贼嗨 特别是抢尸头和抢鬼头方面 凌峰是一个也不放过 这一年多 九叔都没有机会补刀了 很快 凌峰正如九叔所想的那样 从暗处跳出 还不忘记大吼 大哥 我来帮你 僵尸语精确道 躲开每一根五角星的绳子 跳到任天堂身后 任天堂出现一股正常僵尸 不该有的激动 直呼 好兄弟 大哥真没认错你 有好兄弟在任天堂挣扎的动作都小了 他相信 只要他们两个是一起 绝对能吃掉对面 在任天堂身后 凌峰精神没忍住流出来哈拉子 贪婪的盯着任天堂的脖子 伸手擦掉嘴角不存在的口水 大哥 你的脖子这怎么了 我帮你看看 凌峰的头离任天堂的脖子越来越近 越来越近 任天堂还没感觉到不对 好兄弟 我的脖子被天雷打烂了 只要把他们 好兄弟你干什么 凌峰已经张口咬住了任天堂的脖子 贪婪的吸着湿气 而这次凌峰居然已经适应了任天堂的湿气 是有了第一次之后就能吸得更久了吗 嘴上的活 凌峰也没有忘记 我的好大哥 对不起了 我是卧底 第四十七张尸体不舒服 先躺下了 对不起了 我是卧底 说完 凌峰一手抵住任天堂的头 一手按住他的肩膀 任天堂暴怒 马上就要爆发 九叔五人同时用力拉扯 这像是两个人的战斗 五个人在帮忙推背 嘴上也没有忘记配上BGM 五个人轮流吹着口哨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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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 任天堂爆发的动作 开始变得一颤一颤的 僵尸的本能让他开始挣扎 但这身体里深处的音乐 却总能让他想起什么 不久后 任天堂在这他最爱的音乐中 被凌峰吸干 只剩下一层体股 成功解锁杀师专业户 专制师化亲戚 不管怎么样 任天堂也是有了一点非僵的特性 即使不完全 也能留下一点东西 任天堂他在了地上 到此才发现自己的好兄弟居然是内奸 那时任天堂即使变成僵尸 也能在这音乐停留 任朱朱也逐渐陷入童年的回忆 最后却是要在这对爷孙女 他们最美好的回忆片段 杀了他爷爷 爷爷 任朱朱失声痛哭 哎 林峰阴了一声 任朱朱刚开始悲伤 硬酿好的情绪被打断 一时间哭也不是笑也不是 林峰则是在想 毕竟和好大哥结拜了 虽然目的不纯 但是既然吸了他的一身士气 那他的孙女也是自己的孙女 悲伤到一半的人朱朱 被打断 看着他在地上一腿的爷爷 原来的悲伤 想接也接不上去了 面对林峰这个书工 也不知道该感激还是该恨他 总不能谢谢他杀了自己的爷爷吧 怎么可能还有这样的人 就算有 也不可能是任家的 众人本以为已经没事了 就在这时 异象凸显 天狗时日过去 太阳重新照耀着大地 阳光直射在林峰身上 一时间阳光将林峰的皮肤消融 而另一边 刚吸入腹内的湿气 又在抵抗着阳光 同时还在升级强化林峰的身体 仿佛进入了冰火两重天的世界 艰难的吐出一句话 尸体不舒服 先躺下了 说完 林峰就倒在了地上 差点把变成一坨的好大哥 任天堂压碎 九叔很快反应过来 立刻将林峰拖入三神庙的暗处 同时施法稳定林峰的状态 一咬牙 咬破手指 第一点血在林峰嘴里 再用另一根完好的手指 擦掉任珠珠额头上还未干的血 也涂在林峰的牙上 妈妈弟找到柱子靠着 坐在地上问道 师弟 这林师弟是怎么了 九叔背着双手 抬头45度角仰望天空 如果所料不错 他这是有望进化成飞僵了 大概和你超过我的那么大 只可惜 可惜什么 妈妈弟娃娃 鼻孔 对九叔的话不是很在意 他习惯了 如今已经是末法时代 再难出现一只飞僵 就连着 九叔指着那一坨 任天堂 猪猪的爷爷 妈妈弟答道 依我看 他也不是真正的飞僵 只不过 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 让他有了一点飞僵的特性 会法术 会飞 不惧阳光道法 妈妈弟回忆一番 他是被我徒弟弄丢后 几人开始相互对消息 最终对了个寂寞 都没什么有用的 唯一确定的是 九叔和妈妈弟要找到 是同一只僵尸 一直等到傍晚 人家已经带人运走了任天堂 只剩下九叔把凌峰挪到一块阴地 不下去阴阵 天色渐暗 太阳下山 阳气下降 阴气上升 以地上的凌峰为中心 整个山林的阴气向凌峰集中 形成一个巨大的漩涡 如果是邪修 此刻定然还会加上活人 鲜血等等 但九叔作为正道高人 自然不可能这样做 不久后 月光照在凌峰身上 进一步吸收月华 现在的凌峰 非常缺乏营养 就像是干渴的海绵 在吸收一小杯水 贪婪地吸收着阴气和月华 九叔找到位置很好 让凌峰整个晚上都有月光照耀 等到身边的树木青草 挂满了露珠时 凌峰已经醒了 没有冲天的湿气 也没有特别大的变化 凌峰看着自己的双手 毫无血色的白 又带着漆黑的长指甲 本能地告诉自己 现在阳光已经无法让自己变成湿水 以及九叔 打我一下 用倒数 刚醒来的凌峰 迫不及待的找打 九叔对这个变态的要求 当然满足了 当年一桩的大门被拍碎 抢自己那么多头 那么多次不会说话 都会一一记得 他零九可不是小心眼 是凌峰特意要求的 这可和自己无关 自己还是好心好意的注尸为乐 抽出桃木剑 插上一张符纸 又拿出八卦镜 对着朝阳 取一缕朝阳紫气 为桃木剑开光 默念咒语 对着桃木剑虚空画幅 凌峰看得是越来越心慌 对付其他怪 都没见九叔这样打 有理由怀疑 是不是自己什么时候 不小心得罪了九叔 让他这样开大 本着对好大哥任天堂的信任 凌峰决定试试九叔的深潜 按以前的规律 每一次吸了一只僵尸 或者吸血鬼 自己多多少少也能得到一定的能力 那这次说不定也能加强对道法的抵抗 反正此刻已经不惧阳光了 这时候九叔的潜咬准备已经完成 那种桃木剑就当棍子 重重的打在凌峰的胳膊上 哦 哦 痛痛痛 九叔索一棍 又一棍 时不时的还会打出一点火花 凌峰胳膊上 背上 居然都开始出现了瘀青 好在皮操肉后 耐打 直到九叔打累了才停下来 虽然疼 但凌峰很开心 自己就要像个主角一样 开始崛起了 终于能出现在阳光下 一般的倒数已经无效 似乎还能和九叔打地有来有回 回到客栈 九叔将麻麻地一起带回茅山 而麻麻地的两个徒弟 也早就准备好抛下他 跟着人猪猪去瞅国 某日 人猪猪偶遇 人婷婷 人猪猪 你是 唐姐 人婷婷 你是 猪猪 相互聊一下各自家常理短 我跟你说 你肯定不敢相信 我爷爷变成僵尸了 你爷爷也变成僵尸了 好巧 我爷爷也是 我爷爷还是被九叔 带着另一只僵尸杀死的 好巧 我爷爷也是 我爷爷还把我爸爸给杀了 好 不巧 我爸爸没事 人婷婷 又道 我还特意感谢了那只僵尸杀死我爷爷 人猪猪 没想到还真有这样的人 第四十八账印钞人重新找到金官 被修好了 看这熟悉的诗器 是我的好大哥 时隔多日 林峰再次睡进金官 却闻出了不一样的味 这金官 不干净了 他又装过了别的诗 原本就是继承了别人的二手官 如今却因为自己没能守护住他 就被别的诗睡了 林峰悍然决定 九叔 等你死了 我就用这口金官买了你 九叔 前几天还是打轻了 妈妈弟 你现在有事要暂时离开一会儿 妈妈弟略带疑惑 我没事啊 不 你有事 你最好有事 一路向东 两人一时还算愉快的飞到现今的江 NM 苏聚 荣 进入茅山 有九峰 十九泉 二十六洞 二十八池 风蓝别仗 银雾缭绕 俨然一处仙人居所 山上其言怪事 灵力逆急 大小溶洞 深幽迂回 灵泉盛 盛石 新罗几步 驱见溪流纵横交织 绿树壁山 青竹繁茂 雾华天宝 其核心宫殿 乃是九霄万福宫 元福万宁宫 仙人洞 华阳洞 喜客泉 通报过后 从茅山脚下走向大殿 直让人心旷神医 豁然开朗 让是战战兢兢 小心翼翼 九叔深呼吸几口 感觉又能多活几年 凌峰只感觉处处受压制 可能要少活几年 进入茅山正殿 就见几位紫袍 白发道人 坐在正中 九叔 麻麻地当即拜道 见过几位师伯 师叔 凌峰学着他们的动作 也一起拜着 僵尸凌峰 给诸位师伯 师叔拜年了 嘴瓢了 一瞬嘴就说差了 正手的紫袍道人 伸手虚扶 朗声道 起 睡就完 很快就进入正体 某紫袍师叔 如今 帝府需要阳间的印钞人 负责印制帝府的名币 这是一份激赞应得的美差 另一位紫袍师叔接着说 经过我们慎重考虑 这印钞人需要有我 茅山最全的传承 还得是 茅山难得的奇才 第三位紫袍 看着九叔和凌峰 又到 以及与鹰雾有足够的交流经验 九叔和麻麻地听完 只感觉这样的人 名字瞬间就出来了 都是设计好的 虽然表面上给了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 但是这一个个的要求 都直接锁定了某一个人 就差直说名字了 这时候 氛围已经到了 正守那位最白的紫袍师伯道 这样一来 只有林凤娇 你才能完美接任 九叔很有眼色 多谢师伯师叔 一阵互夸后 某紫袍道人 凤娇啊 虽然你和我们并无师徒之名 但除了暴雷师兄 都在我们的殿学过道法 我们却有师徒之识 如今暴雷师兄 唯一的弟子时奸 却又性格暴力 甚至还听说 他的弟子石少监 是他儿子 九叔都惊了 什么 石少监 甚至是大师兄时奸的儿子 事情就这么巧合 大师兄时奸 恰好进入大殿 前面的话都没听到 只听到九叔这句话 林立的脸 变得的阴厉 好你个林凤娇 我不在就在这打小报告 就这么担心 我和你抢那是吗 连我徒弟 是我儿子之事都说了 九叔转头一看 本能的感到不妙 看大师兄这脸色 就知道他误会了什么 整个茅山 谁不知道 大师兄时奸 是最小心眼的人 不像自己 不仅天字卓越 还为人宽和 谦逊有礼 受茅山众师弟的爱戴 优点都能说个没完 刚刚那位提到 时间的紫袍师叔 立刻转移话题 凤娇 我带着你的护道林师 去养师弟 九叔 林凤 多谢师叔 脱离下一代的针锋相对 紫袍师叔和林凤 很快绕到了养师弟 站在洞口 紫袍师叔开始介绍 这是我茅山 护山大阵的一道阵眼 以吉阴之地 与另一处吉阳之地 形成太极 而这吉阴之地的关键 就是里面的半纸游师 林凤很好的做个捧眼 为什么是半支 紫袍满意的点了点头 这僵师会来试 问得很好 下次不要问了 重点不应该是 茅山护山大阵吗 你不问 我怎么顺着往下吹 现在话题还添了 原来那是一支游师 现在末法时代 世界不能有形式地存在 为了保持他的境界 以及阵法的安稳 就让他变成了 永久休眠半支游师 延缓他的衰退 看着林凤 若有所思的神情 又打击到 现如今 能出现一支飞僵 已经是极限了 到以后 就算你变成飞僵 也会慢慢退化成黑僵 绿僵 直到彻底消亡 我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 却也是最坏的时代 被打击到 林凤逐渐对未来感到迷茫 变成飞僵 还要退化回来的话 那还努力个什么劲啊 直接摆烂不相嘛 紫袍道人舒服了 指着洞穴内 你自己跳进去吧 你已经是个成熟的僵尸了 该知道自己找地方吸收 林凤当即跳了进去 没两步 又回头一问 师叔 你不怕我把那半支游师吸干了 紫袍听完 神秘一笑 让是摸不着头脑 你随意 还有这种好事 快步跳入洞穴深处 感受着湿气最深的地方 缺乏营养的林凤 置身于此阴气浓郁之处 就像是九汉冯甘林 干枯的大地遇到暴雨 久别的夫妻 吃了蓝色药丸 寡居十年的翘腹 遇到丧偶十年的隔壁老王 阴气汇聚 林凤的气息节节攀升 东 撞墙了 沉浸在吸收阴气的林凤 没注意到眼前已经变成了一堵石墙 上面还刻满了道文 要不是好大哥的士气 现在可能都躺着了 但现在也不好受 被这强壮的脑袋昏沉 只能西拙之楼露出来的士气 和从这个茅山汇聚来的阴气 在茅山正殿 大师兄时间已经知道了印钞人的归属 而他自己则要自己师父爆雷真人的职责 寻找有雷法天赋的弟子 并传授雷法 目前整个茅山只有一位刚入门的弟子 有着天赋 而这些原本就是他一直在做的 这次回来就是想挣个印钞人 如今却被林凤娇给毁了 三个多小时终于撇完了这一张 第49章 我是你们士叔 僵尸的士下了茅山 九叔和林凤回到人家镇 召集秋生和文才 九叔最爱的弟子还是他们两个 有好事 最先想到的都是他们 一桩一人多高的褐色木门被打开 师父 你终于回来了 秋生和文才兴奋的等在门口 师母 啊 不是 师姑也等你一年多了 九叔刚跨过门槛的一只脚 差点又拔了出来 他在里面 秋生和文才一副果然如此的表情 师父也是想念师姑的 可惜师姑有事出门了 要不我们帮忙叫他回来 滚 你们敢叫 我就把你们逐出师门 两徒弟沉默 滴下头 瞥见门外还有一黑色人影 这位是 他们好像很熟悉 却又想不起来是谁 凌风一甩一袍掀起一阵阴风 我是你们师叔 僵尸的师 滴吼一声 露出自己恐怖的尸牙 秋生文才 骑骑下退几步 太久没见过僵尸鬼怪 一时间都忘记了 自己还是个道士 抬头看着高挂在天空上刺眼的太阳 还有身上的温润 秋生打了文才一巴掌 疼吗 疼 那就不是在做梦 大白天看到僵尸了 这里秋生和文才就用最熟悉的两位 整理好一切 九叔将道堂搬到一个人更少的山脚下 买上油墨和印刷板 秋生和文才替九叔打下手 凌风负责体力活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 九叔就从一个普普通通的地府印钞人 生成了地府银行大班 当晚负责通知的几个鬼差 腰包里都是古的 平静的过了半年 时间来到七月初 过不久就要到鬼节了 秋生文才 你们准备一下 九叔一边印着铭币说道 是师傅 两人刚出门又走了回来 师傅 我们要准备什么 九叔又好气又好笑 教了这么多年 啥也不会 钱 纸 蜡烛 香 九叔将心印好的一达铭币 给地府烧下去后 又接着说 那些是最基本的 剩下的还有 一样样的说完 文才脑子都快要迷糊了 走出门 嘴里还在念叨着 钱 纸 蜡烛 香 钱 纸 蜡烛 香 秋生看文才念的初神 又惹得他有点烦 便想作弄一番 悄悄身脚一半 哎呦 文才挥着双手就要倒下 秋生及时的抓住文才的后衣领子 别念了 再念下去 你就做不成道事 要去当和尚了 秋生拍了拍文才的后背 快速走向自己的自行车 前往镇上的集市 文才背这么一下 就把九叔交代的事给忘了 是什么来着 柴 米 油 岩浆 一拍手 说得很顺嘴 没错 就是这个 柴米油岩浆 九叔则去找些班子 甚至为了保险起见 还把文才负责的前纸蜡烛箱也买好了 这熟悉的一幕 林峰知道 是一个新的副本道了 想到副本的开端 是文才在鬼节中混入鬼群 然后才引发了一系列事情 而这次 林峰决定全程阻止文才去看戏 普通僵尸反抗命运轨迹的第一步 傍晚 秋生和文才将东西带回 放在桌子上 文才坐在长凳上 拿起桌上的杯子 就疯狂的灌水 秋生却一脸奇怪的看着文才 指着那些食材 你买这些干什么 要买的不是这些吗 哎 九叔拿着大包小包的东西 放在地上 叹了一口气 我买好了 九叔看着文才买的那些 还好我就没指望过他 之后几天 林峰几乎全程监视着文才 一旦他有任何想去看戏的想法 就马上把他带走 整个鬼节期间 没让他去看过一次戏 搞得文才都开始怀疑 师叔 我是不是哪里惹您生气了 我就想去看看戏 林峰点了点头 突然觉得自己是不是蠢 被文才的傻气传染了 明明还有更好的办法 完全没必要天天跟着 让人以为自己拘心不良 那是给鬼看的 还是说文才胆子变大了 敢和长设吊死鬼 断头砍头鬼 青脸溺死鬼 等等等等 和那些鬼一起看戏 每一种鬼 好像都引起了文才不美好的回忆 跟着九叔这么多年 道法虽然没学会什么 但是这些恐怖的鬼 见的也不少 每一次都吓得他腿软 我去看看师父那有没有要帮忙的 师父的印钞还需要我 现在只有师父能给他一点安稳 之后几个月 林峰开始横扫周围各地的僵尸群 在九叔的指引下 第一次就是腾腾镇的僵尸 大白天的突袭 打了个寂寞 啥也没有 九叔解释 要是大白天的能找到 我还会把他们留到现在 林峰这次明白 是自己想简单了 九叔 那这次你为什么要来 九叔没有直接回答 而是开始布置计划 等到晚上 你混入僵尸群 到时候里应外合 然后呢 没了 林峰摇摇头 怀疑是不是自己被太阳晒猛 听错了 计划这么简单 九叔想了想 把几张符交给林峰 放在你不怕这些符 到时候贴在他们头上 想想那画面 林峰有点兴奋 僵尸用符打僵尸 刺激 干了 晚上 在月光的照耀下 林峰像个孤单的勇尸 跳入童童阵 很快就看到了一大群僵尸 摸着口袋里的几张符纸 好像计划还是很草率来着 来了新尸 童童阵的僵尸王 立刻开始阵上的特色比长短 伸出十个手指 同时向林峰呲牙 来 让我们看看你的长短 好像又有什么东西 从脸上压过去 林峰不懈的看着僵尸王的长度 你的这么短 伸出手指 露出自己的尸牙 呲 得 尸牙和尸爪伸到最长 我的比你的长 林峰一脸骄傲 又用自己的尸爪 砍断了僵尸王的尸爪 我的还比你的硬 说完就后悔了 这什么破路都开起来了 第五十章新僵尸先生 时间上有点bug就算了 僵尸王看着被切断的尸爪 很整齐 很平 一旁的小弟僵尸 在后面偷偷摸摸的对比长度 要翻身了 那母僵尸更是眼貌惊心 跳到林峰身旁 就想靠近怀里 林峰反应迅速 大退极米远 差点恶心倒吐 跳到楼上 俯视着下面的所有僵尸 现在 我是你们的王 走进一个房间 一支支僵尸的叫进去 没多久 全变成林峰口中进化的食粮 原来自己已经这么强了 跳出腾腾阵 只见九叔还在吃宵夜 解决了 九叔擦掉嘴角的油渍 解决了 林峰打道 突然有所怀疑 九叔 你不会是想出来偷吃东西吧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从腾腾阵 回来后的几天 林峰又和九叔找到一处僵尸群 还从对面僵尸王口中 打出一块绿油油的僵尸群 手中握着僵尸群 没想到 还是打在了时间那 如果再出类似的事 也不知道这次 时少间 还有没有机会复活 将僵尸群 或者说 教官蔡君吞入口中 几十年的积累 划入林峰体内 从腹中流 到身体各处 算是稳定了林峰的境界 长久以来的进化 全靠的是外物 没有一点资深的积累 不过还好 自己是僵尸 为天地所弃 也没什么可以自己积累的 除了拜月 就只剩下吸血 吸气了 某一处道馆 时间一发闪电奔雷拳 将一大块石头打碎 谁破了我的大阵 时少间听到一声巨响 立刻赶来 问道 爹 发生什么了 收拾东西 去人家阵方向 那不是零九的地盘吗 时少间在背地里 受时间的影响 对包括九叔在内的毛山士叔 都没有一丝敬意 我的棺材军可能被偷了 林峰回到道馆 进一步将棺材军消化掉 体内的湿气越发的能够任意控制 将一身湿气内敛的极致 九叔都感到一丝惊讶 不仔细看 都看不出你是纸僵尸了 绕着林峰走了几圈 依然感受不到湿气 连连点头 不错不错 以后 你就和秋生 文才一样 在道馆自由活动 只要保证湿气 一直如此内敛 从此以后 林峰开始出现在常人视野上 甚至还和秋生一起 接过一些猪鬼生意 整个人家镇 逐渐知道了林峰这个人 是九叔的怪人师弟 几乎没有人见过林峰的真容 神秘感保持的很好 但越神秘 人家镇的人 还就想找林峰 九叔的生意都变少了一点点 但不多 风水 看相 算命等等 要计数的 林峰都干不来 一直到大半年后 已经是林峰来到这个世界的两年半了 地府开始出现金融危机 宁币过多 地府物价上涨 开始出现通货膨胀 整个地府忙成一锅粥 甚至投胎都开始出现问题 又有了大批的被母亲堕胎的林英 无法及时投胎 甚至投胎之后 又被堕胎 九叔只能暂时辞去地府银行大班的职位 回到人家镇 开设祭坛 供奉那些林英 那一晚 兰贵方告别戏坛演唱会 秋生和文才准备了一个礼物 文才负责把纸币用熨斗烫平 师兄 这烫出来的 就跟新的一样 秋生拿着一个红色大爱心盘 爱心中间是一个 由纸币摆出来 成型的方字 接过纸币 将方子的最后一块补上 看着他们的一下午的劳动成果 上面还是他们这半年赚来的钱 师兄 你说兰贵方看到我们的钞票牌 会不会被我们的真情十一感动 感动的一塌糊涂 秋生双手挥在钞票牌上 这花花绿绿的钞票烟 文才将新烫好的一张递给秋生 这里还有一张 秋生依然目不转睛的盯着钞票牌 伸出两根手指 捏着钞票 够了 这张归我了 说完就折好 放进怀里 秋生一把将半个身体高的钞票牌 刺拿在身边 看看怎么样 图线欠着 不错不错 我们半年的积蓄 这还多亏了师叔 经常带我们去捉鬼 要不然还得一年才凑够 你说 我们要不要叫上师叔一起 秋生想了想 师叔不懂这些 在他的世界 估计只有能吃的 和不能吃的 就在这时 九叔拿着一块小N号的小铜钱牌 也是一个爱心盘 图又欠着捧在左手上 一脸的欣赏 又佩服自己的大气 这一下就花了几十文钱 就问问还有谁像自己这么大方 秋生和文才立刻将他们的大号钞票牌藏在身后 师父 二九叔的眼睛还没有离开过自己的杰作 秋生把印章给我拿出来 秋生走了 将身后的钞票牌交给文才 九叔又把自己的杰作 对到文才面前问 文才 这花牌正不正点啊 脸上还带着傲娇 就等着听文才惊讶的夸赞 而文才却说 师父 借不介意我说真话 你说啊 九叔都已经准备好了 文才嫌弃的看了一眼九叔的小东西 一点都不正点 啊 这回轮到九叔惊讶了 这是他没有想过的回答 文才一把将他们那巨大的钞票牌拍在桌子上 激动的大喊 这个才正点 秋生急忙赶过来 挡住他们的大宝贝 嘴里还在和文才小声嘟囊 你就把我出卖了 万一被拿走了 我不白弄了 九叔把秋生直接挪开 又对比着两个 连转过一边 进入黑化状态 想把我比下去 这样吧 明天七月十四烧元宝 你们把元宝叠好 才可以去看戏 啊 要编一整框 叠好了 天也亮了 你叠还是不叠 九叔和善的问道 叠 我叠 九叔这才左手拿上印章 右手拿着他的小东西 用力一盖 右手即使躲开到一边 印章精准的盖在了秋生和文才的大宝贝上 等等 师父 秋生 文才急忙上去阻止 却没快过九叔单身几十年的手速 哎呀 完了 继续泡汤了 文才摔脸变哭脸 秋生金的张开嘴 不敢相信的看着眼前的一幕 第五十一章 林英真是不好意思 我一不小心就盖错了 不过 都是送给方姐的 大的小的就无所谓了 反正我无所谓啊 算我倒霉好了 将手中的小花牌和印章 放在呆愣的秋生手上 拿着那巨大的钞票牌 蹦蹦跳跳的走到门口 真漂亮啊 到了门口还来一句 正点啊 秋生和文才只能悲催的去叠元宝 越想越亏的秋生 拍了下文才的后脑勺 都是你害的 自作聪明 还不知道师父吗 想着这么多元宝 自己叠着也赶不上方姐的演唱会 走到供桌前 对一排排的林英拱手败道 各位聪明活泼的小朋友 你们帮我把这些元宝叠好 等我回来给你们准备一筐鸡蛋 给你们吃 好不好 文才青生提醒到 上一次还欠他们两筐鸡蛋呢 他们准够答应 是吗 是啊 很快 打脸来了 一排排的林英像都动了 示意他们答应 答应了 走 两人立刻离开 顺便把带上 将耳朵贴在门上 偷听里面的动静 叽叽喳喳 嘿嘿哈哈 行了 这才放心的去听演唱会 林凤一直站在屋顶 听完了全程 一个个的真实幼稚 演唱会有什么好看的 拿出自己特制的纯金字牌 我就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能吸引全镇的人 如果感觉不咋样 自己还可以把字牌拿回来 继续相回金关上 为自己的机智点个赞 推开门 吓跑所有的林英 林凤也见怪不怪了 这些林英就是这么惧怕他的威严 将桌上的小花牌一起拿走 镇中心演唱会举办地 九叔来得很早 拿着巨大的爱心钞票牌 瞬间成了全场最亮的仔 九叔 豪气 从今以后 谁敢说九叔吝啬 我始后之第一个不答应 九叔所到之处 响尽无数人的赞扬 收到了数不胜数的羡慕眼光 在外围 还有人在出售花牌 也是爱心状 忠心还有个铜钱摆出来的方字 被那神秘人 以高出平常三倍的价格卖出去 那人拿着新买的小花牌进场 却被九叔注意到 他手上的丑东西 好眼熟 好像在哪见过 没来得及多想 方姐出场了 很快就注意到了九叔 冲着九叔一挥手 感谢大家的欢迎 感谢这位 要不是九叔是个道士 说不定都能和方姐 嗨嗨 不可说 不可说 秋生 文才 那本该是我们的 我们的 都是我们的钱 直到一身黑衣 充满神秘感的凌峰出现 拿着一个平平无奇的金字 制成的方字 在灯光之下格外的耀眼 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后 凌峰 嗨嗨 走错了 我是要给杨芳的 说完就跑 刺激 但方姐和自己想象中的 却是有的差距 毕竟隔了那么久的年代 曾经的老哥 喜欢听的也不多了 凌峰回去就把金冠复原了 九叔松了口气 还好没想自己的风透 难道是凌峰师弟 看见自己在这 才甘愿放弃吗 九叔小小的感动一把 但很快又沉浸在 方姐的演唱会中 半夜 秋生和文才提前回来 文才还不理解 我们会这么早干嘛 秋生拿着一个小筐 在里面放进去三个小鸟蛋 我们早点回来 还要看看他们折完没 如果没折完 我们还可以继续折 好主意 师兄 还是你聪明 打开红色的房门进去 果然小孩子好忽悠 已经全部折好了 看着自己手上的三个鸟蛋 这肯定是不够分的 再加上上次的两筐鸡蛋 已经欠了三筐 良心还是有一点点过意不去 蚂蚁那么点 将小筐放在供桌上 一众灵鹰瞬间怒了 骗子 扁他 纷纷飞出灵鹰巷 一起扑向秋生和文才 而秋生则被重点照顾 文才刚跑到门口 就被拖了回去 两人被折磨了好一会 该碰的 不该碰的地方 都造成了不小的伤害 一般的小孩子好忽悠 但是下手也会没轻没重 特别是这些掌握着 超越常人的灵鹰 等到九叔回来 我没看见 你们继续 不久后 门又被推开 还没等有人进来 灵鹰们一眨眼功夫 又毁了灵鹰巷中 秋生和文才含泪向门口望去 师叔 多谢师叔 灵鹰没理会他们 把一大筐熟鸡蛋 控制着飞到供桌前 小灵鹰们 溪溜 灵鹰差点本能的 差点流了口水 才想起来 自己还没那个功能 这筐鸡蛋 就当替他们还的 沙哑的声音 落在秋生和文才耳中 犹如天籁 灵鹰在他们心目中的地位 都快接近九叔了 但却迟迟不见灵鹰出现 此刻灵鹰闻到鸡蛋的香味 也是在流口水 但灵鹰还在 他们完全不敢 他们的直觉告诉自己 灵鹰看他们的眼神 就和他们看鸡蛋的眼神一样 对此 灵鹰只能遗憾的退出去 可惜了 可惜还在在九叔面前当好僵尸 有时候真想肆意妄为 为所欲为 为所欲为 灵鹰一离开 所有的灵鹰一个 不落下的出来吃鸡蛋 对秋生和文才小小的怨念也消去了 九叔满意的看着这一幕 越发感觉这两个弟子做人方面 居然还不如林峰这只僵尸 你们好好反省反省 九叔呵斥一句也走了 从演唱会离开的 其中还有一老一少 老的正是大师兄时间 年轻的就是他儿子石少监 怎么样 看清楚了吗 看清楚了 就是那个黑衣人 另一个很有可能就是林九 原来在时间布置好的阵法下 还隐藏着一点 只要有人破了阵法 就会把人影记下 九叔当时在边缘处 整个过程也没有出手 他出门就是来给林峰指路的 没有写给林峰吸 只能从其他地方找补了 沉沉滑水的状态下 九叔也没注意到细节 而林峰目前只知道粗暴的打架 也就偶尔用用 吸完好大哥之后 获得的小法术 第52章有你们 真是师兄的福气 第二天 九叔就让秋生和文才 把林音送到这姑那 他才是专业的 而且这几个月的停止印铭币 地府物价又缓过来了 最近地府又让九叔回去 继续干银行大班的活 秋生和文才将林音送到这姑那 师姑 师父让我们把林音送来 这姑侧着坐在凳子上 一手揉着屁股 刚结束一桩生意 屁股被打地真疼啊 你们师父这么不来啊 这姑对九叔身体和灵魂的想法 已经是昭然若揭 人尽皆知了 师姑 你很想看到我们师父吗 秋生文才露出莫名的笑 作为师父的好徒弟 怎么能不帮师父解决终身大事呢 这姑娇羞扭捏道 不知道了 秋生给一个肯定的眼神 有办法 接着按照原著那样 说出他的计划 先找同道说媒 再把装病 让九叔前来看望 最后由秋生和文才的帮助下 让 让师兄看到我的美 这姑一拍桌子 最后定下计划 你们觉得怎么样 秋生和文才咽下一口唾沫 心里觉得不怎么样 但还是顺着这姑说 完美 师父一定会爱上你的 提前叫您一声师母了 师母好 现在这姑看秋生和文才是越来越顺眼 打定主意 以后和师兄在一起了 一定要好好对他们 也要帮他们找一个像自己这么美的妻子 秋生和文才只是隐隐约约感觉 可能有什么不好的事要发生 似乎是有人要恩将仇报 这时候 林峰突然跳出来 我觉得不怎么样 还有更好的办法 还有更好的 这姑瞪大眼睛 原本秋生和文才的计划 就很合他心意 现在还有更好的 怎么能不让他激动 虽然不确定这僵尸都能懂这些 林峰声音独特 沙哑的说 他们的计划 可以当成第一步 让九叔看到 嗨嗨你的美 而第二步 第二步是什么 好师弟快说说 第二步就要让九叔看到你的重要 所谓以色势君岂能长久 色衰而挨迟 师姐要让九叔看到你的重要性 这姑回味着这句话连连点头 虽然不是很懂 但听起来好有道理 好高大上的样子 看着这位僵尸师弟 还真有点东西 见这姑基本被说服 林峰继续道 接下来最重要的是 等一个合适的计划 让九叔出现他完不成 帮不到的事 让他不得不请你出手 从此以后 嘿嘿嘿 Hi are we here 这姑发出奸笑 笑容越发淫 突然又反应过来 可是师兄他几乎 没有什么帮不到的 而且他不行 我就更不行了 林峰摇摇头 指着自己和秋生文才 这不是还有我们吗 有我们拖后腿 九叔哪有那么容易 就目前 比如这林音方面 九叔不还得靠你吗 不错不错 师兄有你们这些师弟和徒弟 真是他的福气 计划很好 这姑已经开始想 他们第二个孩子叫什么了 文才忽然打断 这姑的美梦 师叔 可我们不会拖后腿啊 林峰向他们握拳打气 你们要对自己有信心 特别是拖后腿这种小事 你们能干得非常好 到时候收连点就行了 秋生文才 感觉受到了侮辱 效率很快 找到了一个说没的道友 在几天后的清晨 九叔在院子里 打太极成练时 给他说出目的 林峰没有打扰接下来的一切 放在是绝对会失败的 一如记忆里那样 九叔吐了 看到这姑的美后 当面就吐了 九叔也是个实诚人 有什么事当面就干了 一点都不犹豫 这姑气得怒吼 好你个零酒 吐 好你吐 你以后有事 别来找我 你以后求我 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 有了这 林峰知道事情稳了 之后九叔想再找这姑 就只能卖身了 特别是看到那些零音中 灰色被封印的魔音 少了一个 那就更稳了 只是没想到 这两年半以来 自己还没被九叔的正气感染 依然是那么自私 很多事自己明明可以阻止 但是 为什么要阻止 九叔狼狈逃离这姑的神婆殿 她要立刻回去洗洗眼睛 这姑在九叔走后 立刻就哭了 她最近想过很多 唯独没想到 吐了 师兄吐了 秋生和文才还想安慰师姑 却不知道怎么开口 却听见附近传出一道沙哑的声音 这是好事啊 师姐 这姑果然没哭了 又换了一脸怒气 眼力都快喷火 死死的盯着凌峰 你要是不好好说说 我就要降腰除魔了 怒上心头 这姑都快忘记了自己的实力 凌峰掉完胃口 继续 从今天开始 九叔一定不好意思来见你 以后 等九叔来求你 那不是让你为所欲为吗 这姑眼神瞬间亮了 但很快又暗淡下来 这要等到什么时候啊 凌峰指着外面的灵鹰柜子 很快了 那里面的魔鹰 今天少了一个 师姐 你今天有遇到什么人吗 这姑猛的惊奇 坏了 今天一个女人来看灵鹰 走到柜子前 果然少了一个 这可不是开玩笑的 那魔鹰一定会控制女人找孕妇 我要查整个人家镇的孕妇 计划取消 等下次 这姑疯疯活活的走了 仿佛九叔的事已经过去 看着他们这些毛山弟子的背影 或许这就是自己和他们最大的差距 本质上自己依然是个自私自利的师 九叔回到道馆就生病了 得了一种见不得菊花的病 每一次看到菊花都会把今天吃的全吐出来 即使是每次喝菊花茶都会吐 文采好心 为了九叔早日康复 天天给九叔泡菊花茶 喝下一口菊花茶 九叔又吐了 哇 师父 你已经吐了三天三夜 我拿菊花去去臭味 秋生拿着一大把菊花 在九叔面前甩着 九叔已经吐干净 手都软了 只能尽力把菊花推开自己的视野 第五十三章菊花病 九叔还没从不满菊花的竹亭中缓过来 文采又递上一杯茶 来师父 喝杯茶缓缓 九叔接过茶杯 闻一口 立刻感觉味道不对 什么茶 文采憨憨一笑 菊花茶 新鲜菊花茶 九叔不死心 掀开茶杯盖一看 雨 现在就像个怀胎几月的孕妇 又吐了 文采囊囊头 一脸无辜 新鲜的菊花茶也吐啊 另一边 道馆院内的拱门 拱门上写着市外桃源四个大字的横梯 两边是一副对联 拱门下 有一位头戴紫色小帽 长发披肩 身穿紫色碎花连衣裙 推着一辆粉色的自行车 手上还拿着一个白色小包的年轻女子 正经过葱绿的灌木丛石板小道 好奇的观察着周围的环境 她还没看到人 还在竹亭里插菊花的秋生 就已经先看到她了 立刻走上前 展现出前不久听说的绅士风度 小姐 你找谁啊 那女子露出甜甜圈微笑 懦懦的问道 请问林正英师父在不在 秋生转身指着竹亭 我师父在那呢 又故意背对着女子 学着师父那股高人风范 我呢 是师父的入室大弟子 名字 这时候 文采默默的接过女子的自行车推走 将她引到竹亭九叔面前 只留下秋生对着空气自言自语 几句话说完 没等到任何回应 转头一看 人呢 人哪去了 竹亭 九叔刚喝下一口白开水 放下茶杯 请问找我有什么事吗 我姐夫最近得了一种很奇怪的病 我姐姐希望你能去看看她 女子说的有点急切 秋生已经追了上来 为了增加自己的存在感 便问 你姐姐叫什么名字 女子露出甜甜的微笑 我姐姐叫米奇连 是连妹 九叔吐的发音的目光 闪过无限的回忆 嘴上不断的呢喃 连妹 连妹 这一幕引得三人好奇 林凤又突然出现在秋生三人身后 连妹不会是你的老情人吧 啊 哎呦 我去 三人被七七吓了一跳 文采直接摔出竹亭的台阶 秋生身上敏捷 及时稳住身体 女子被林凤及时抓住 又被推到凳子上坐着 忍不住想到 这人的血一定很香 文采揉着屁股 抱怨道 师叔 你以后能不能不要这么神出鬼没的 人吓人 啊 不是 是吓人 会吓死人的 秋生为了在美女面前装 愣是啥也没说 表现得极其镇定 还摆出师兄的威严 师叔这是在教导我们 任何时候都要保持冷静 那女子最后还是继续问九叔 你认识我姐姐吗 九叔还在回忆中 想起来年轻时甜蜜的回忆 米奇连是他青梅竹马的初恋 秋生见九叔还在发呆 又问 那你叫什么 我啊 女子看着秋生和文采 我叫念音 林峰突然插嘴 你这名字一定是你姐姐取的 而念的那个音就是 眼神示意着对面发呆的某人 九叔的回忆 被四到八卦的目光击碎 站起身来正想说什么 林峰又打蛋他 九叔 快啊 再不去 你的老情人就要没有丈夫了 你也不想你曾经深爱的人失去丈夫吧 哪怕那个丈夫不是你 秋生 文采 你念音 这是在劝人 这么好像师父林师父多了点什么 九叔拳头抵在桌子上 去见祁连的想法 消去了一大半 是啊 他已经嫁作人妇了 说不定已经是几个孩子的母亲了 曾经深爱的彼此 迟早都会有各自的家庭 又想起当初的点点滴滴 他们是那么快乐 直到那一天 他毅然决然的前往茅山学道 一拳锤在桌子上 去 不要多事 你们收拾东西 等我换件衣服 说完急急忙忙的回到内屋 林峰犹豫几秒 也不想被九叔抢太多风透 不如直接作为穿越者 都不像个主角了 你们招待念音 我也去换件衣服 秋生和文才有点奇怪 师叔也有旧情人 但是 连僵尸都去换衣服 他们不去 岂不是连僵尸都不如 嗨嗨 那个念音 我们也去换衣服 呃 你们去吧 你念音善解人意道 很快 九叔换了一套帅气的黑色燕尾服西装 内搭一件白色衬衫 打上一个黑色蝴蝶结领带 手上一个黑色手杖 还不忘记打东西在头上 搞出一个大背头 走吧 九叔现在恨不得立刻就走 让其连看看今天的他 是不是还和当年一样 念音顿了顿 也是被九叔惊艳到了 他们 也去换衣服了 他们去换个什么 九叔有点遗憾 两个徒弟在那边又没有什么初恋 小枫 都是纸僵尸了 但心里不免有些忐忑 文才是没什么 但秋生 是在颜值上 能对自己产生一点点威胁的 毕竟已经老了 没多久 秋生和文才也换了一套衣服出来 文才换了和没换差不多 秋生也是一套黑白配的西装 对九叔产生了一点点威胁 林峰最后踩在一把剧剑上飞出 身上是一套特制的古风黑衣 文精的黑色长袍 随风飘荡 面带一副恶鬼面具 头上还戴上长长的假发 一起飘荡的空中 配合来自江市 那股令人恐惧的特质 俨然一副 魔头装扮 米念英突然对姐姐利剑的人产生怀疑 他们能治好姐夫吗 邓大那双会发光的眼睛 看着九叔 这位林正英师傅 真会治姐姐的丈夫吗 他不会是想当自己的姐夫吧 年轻的米念英 对此行越发的不看好 不过 那个飞在天上的诗书 看起来一定很有本事 就是有点让人害怕 这一刻九叔有点后悔 就应该偷偷摸摸拿衣服 过去再换 这样就没人能抢自己风头了 走吧 你们拿上家货 是 师傅 第五十四章就这 结束了 九叔万万没想到 最后抢自己风头的 居然是林峰 要不是那一身邪气 比自己还像仙人 不过好在 身边那个看着比自己还老的文才 给了很大的安慰 文才 到我这来 这次出门 我要给你好好补习补习 文才原本就摔的脸 现在看起来更摔了 不舍得看了一眼念音 含泪回道 是 师傅 怎么 你不愿意 九叔眼神瞬间凌厉起来 愿意 愿意 师傅 我愿意 视线挪到一旁 假装问道 秋生 你 把声音故意拖得很长 留给秋生足够的反应时间 秋生也没让九叔失望 我不用了 我就勉为其难的照顾念音 以及跟着师叔 定好路上的基调 四人一师快速出发 前往林省的军阀龙大帅处 说是林省 其实也就隔了一两个乡镇的距离而已 在龙大帅的管辖区 某一间阴暗的房间里 一位年轻男子和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接头 女子 你来了 男子 我来了 女子 那你走吧 男子 这发展不对啊 即使这女人没看到自己的帅 也不应该直接赶人啊 忽然想起来自己师父 或者说父亲的话 这女人已经被一魔音控制 彻底变成了傀儡 这才原谅对方都傀儡了 没有什么很正常 她时少间对自己就是这么自信 我师父让我给你带个话 人家镇的灵酒要来了 到时候你的主人被她发现 她一定会 到底会如何 时少间什么也没说 只留给女子自己脑补 这样被控制的傀儡 智商已经变得很低了 特别是涉及她主人方面 傀儡女子脑补一番 啥也没脑补出来 但可以肯定的是她主人一定会有危险 时少间见傀儡女子的脸色变了又变 你的主人尚未出事 很快又有灵酒虎视眈眈 你也不想你的主人被灵酒杀掉吧 时少间走向女子 双方的距离被拉得很近 我该怎么做 傀儡女子坚定的看着时少间 为了主人她可以牺牲一切 即使是自己微不足道的 想命 时少间见女子上钩 伸手抓住女子的双手 接下来你只是要跟我一起练一套动作 摆一些姿势 做一些你主人出生前的必要准备 就这些 她都准备好牺牲自己了 没想到就这 或许对于正常人来说 这几乎是不可能接受的条件 但对于傀儡女子这种被控制的人 或者不能称之为人了 已经彻底丧失了作为人该有的东西 没有情感 也没有自我 只有那个魔音主人 傀儡女子躺在床上 摆出一个大字 来吧 冷冷的给出两个字 好像爱炮的 不是他一样 时少间按道 赚了 父亲都让直接摆给 可没想到对面也摆给了 伸手掏出一本崭新的书 这是我师父特地写出来 给你主人的奔雷拳 根据我师父的观察 你的主人天生雷体 即使还未出事 也能轻松掌握 说完就扔到床上女子的胸前 鼻子打开一看 看懂了 又好像没看懂 但灵魂深处出现一道又小邪意的声音 答应他 好好配合他 傀儡女子心中默默回道 是 主人 又看向已经脱光的石掃间 想这么做 不急 先屏蔽一些人 接下来 只因一某神 导致细节难以描述 只可依惠 不可言传 复活吧 我的爱人 双方展开武林高手之间的殊死搏斗 傀儡女子的每一事都堪称独门绝技 但还没完全用出来 这让酒精沙场的石掃间败下阵来 但傀儡却想起来主人的吩咐 立刻洋装体力不支 败退的闭上双眼 这个房间弥漫着春天的气息 不知道过去了多久 石掃间迈着微微发软的腿 穿好衣服 准备离开房间 傀儡还真有不一样的感觉 是真人又不是真人 像活人却又像死人 总给他一股虚幻之感 要不是他一直开着法眼 还真以为是中了幻术 这时候床上的女子也睁开眼睛 侧着头 就这 结束了 石掃间都惊了 这还不行吗 今天都已经超水平发挥了 女子面无表情的穿上衣服 将那本书塞入鼓囊囊的怀里 主人让我好好配合你 满意了 石掃间原本是很满意的 但此刻开始对自己产生了怀疑 你都是装的 傀儡女子没有直接回 而是重复一句 主人让我好好配合你 打开窗趁现在夜深人静 直接从楼上跳下 行动一如既往的迅捷 没有受到任何影响 石掃间差点崩了 失魂落魄的回到他父亲那 时间对自己儿子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 虽然今晚看起来有点不一样 但都是那股过度劳累的虚样 可就这一个儿子 他总是舍不得打舍不得骂 又因为不能和他在外人面前父子相称 对这个儿子充满了愧疚 平时管得少 慢慢的就造成了现在的石掃间 如何了 石掃间提起精神 他们收下了 又问 父亲 你为什么要给他们 那可是你的独门秘书啊 连灵九都学不会 停了一会儿 又有点委屈到 连我也没有那个天赋学 一提到灵九 时间就很生气 哼 不过是利用魔鹰小鬼对付灵九 那奔雷拳已经被我改了 零九绝对看不出来 是茅山的闪电奔雷拳 等零九被那魔鹰小鬼打成重伤 我再出手救他 看他还好不好意思 当地府银行大班 石掃间连连点头 父亲 那魔鹰小鬼呢 哼 时间对那魔鹰更不屑了 对于任何妖魔鬼怪 他一般都会直接赶尽杀绝 就连茅山童们的互道灵师都看不惯 那奔雷拳可不是那么好拿的 等他打伤零九 自己也快暴体而亡 又看着自己的乖儿子 想了半天 还是说 你以后少干些事 看看你都虚成什么样了 第五十五章九书的老情人龙大帅府 已经准备好开始吃厨师特地做的特色料理 敏念因带着九书的人和诗进屋 姐夫 姐姐让我请林正因师傅给你看看病 龙大帅家这家 有点激动到 我没病啊 除了我的脚硬了一点点 手指甲长了一点点 脖子痒了一点点 我根本什么事都没有 还不忘记先抬衣领子证明自己 恰好露出两个牙洞和一大块烂肉 林峰在后面轻声说 文才 这都你眼熟吗 像不像你以前身上的 文才垫脚仔细一看 诗书 确实很像 他也被僵尸咬了 不过 仰起来还蛮舒服的 要不要我给你来一口 嗯 还是不要了 这里偷偷摸摸的说话 很快就被龙大帅听到了 算了算了 来都来了 加个位置 你这个豆骨英 只会是小兵加上位置 很快加上一只长凳 秋生和文才一眼就看向九叔 豆骨英 九叔脸黑了又黑 来之前就想过这个事 没想到 这人还真说了 这俩徒弟也是 重复什么 师父不要面子吗 龙大帅继续火上浇油 你们师父以前和别人抢女人 抢不着 就跑去当道士了 那些道士兄弟 就道士阴道士阴的叫他 叫着叫着 就不错了 豆骨英 豆骨英 一句话说完 不知道抖了几抖 米念英很善良 有点看不下去 劝道 姐夫 过门就是客 你不要这样说 人家妈 九叔顺着台阶下 没关系 在心里补一句 我当年都快习惯了 见几人稍微缓和 米念英也回了房间 九叔三人坐在一排 林峰在他们身后站立 来人再加个位置 龙大帅看着林峰 指着新家上来的位置 你也嫌弃他们 来 坐坐坐 不用客气 林峰却没有坐下 只是打开半个面具 露出惨白的下半张脸 我不吃这些 你不必理会我 又想到自己迟早要暴露 那还不如直接点 张开嘴 露出尖锐的尸牙 我是僵尸 桌子里端菜的三个人 差点没下的把菜扔了 这个屋子里的兵 连忙向门外跑去 好几十分钟 九叔好不容易才解释清楚 龙大帅胆子还算大 至少比之前的阿卫队长大点 几人还算安稳的吃完一顿 除了九叔 他生吃了一大坨芥末 好像有什么东西 直冲天灵盖 呛的鼻孔洞 都能直通屁股洞 鼻涕眼泪止不住的流下 恰好米其连被一女佣扶进屋 看着泪流满面的九叔 心中极其感动 原来 鹰哥还记得自己 依然和当初一样 鹰哥 好久不见了 莲妹 你好吗 没忍住 又被辣得连连抽气 双手止不住的擦眼泪 米其连看到也有点难过 鹰哥 你不要这样子吗 九叔一时间也不知道说些什么 注意到曾经的初恋 怀了别人的孩子 对了 恭喜你做了母亲 米其连转移话题 对了 大龙的怪病 怎么医都医不好 不知道为什么 这时候 九叔看到龙大帅 还是时不时的像僵尸一样 往前戳手 交给我了 忽然 米其连腹中一疼 身边的女佣立刻会议 少奶奶 我扶你回房休息吧 米其连点点头 被女佣搀扶下去 正好米念英换完衣服出来 被九叔拉到衣旁 念英 你姐姐身边 那位是什么人 她是自己来应聘的 本事可大了 我姐姐怀孕的时候 经常叫痛 可是她来了之后 就再也没叫过痛了 忽然 龙大帅一拍桌子 我吃完了 来人被马 小兵 大帅 你的马昨天被你戳死了 啊 马 我的马 老马 一群人走到一处盆地 九叔立刻展现 他的专业知识 开始解析当地的风水 林峰抓住关键词 简单总结一下 盆地 有钱 多病 九叔 对吗 我总结的怎么样 有没有学会风水的天赋 九叔转过身来 你以后千万不要跟任何人说学过风水 特别是不要跟任何人说 跟我学过风水 走进池塘 便看见所有的棺材都被吊在了木架上 就远木架脚都用盆水割开地面 九叔还想继续装 但林峰不给他机会 九叔 里面有情况 我闻到了湿气 九叔只能埋怨地看了一眼林峰 走 快进去 只可惜 传说中文明香港的风水大师洪金宝 这次没能从龙大帅口中说出了 很快 几人就看到了一个倒地的棺材 快 打开看看 小兵立刻上前 几人一起抬 完全没有变化 没能打开 林峰将他们推开 让我来 伸出钢刀般的立爪 对着棺材从上往下的一滑 棺材盖瞬间分裂成整齐的两半 就是不对称 里面的僵尸吼一声 跳出棺材 正要灭了打扰自己睡觉的 林峰则放出几乎达到黑江晚期的气势 压得对面那僵尸连连后退 甚至秋生和文才 也忍不住的吞咽口水 连他们自己也没注意到 已经后退了半步 要不是九叔挡在前面 龙大帅差点跪了下来 而距离林峰最近的那些小兵 更是不堪 直接使尿其流 从他们裤脚里露出 黄的黑的星辰代谢废物 而人已经彻底被吓阴 语 九叔几人刚被冲的响吐 忽然脸色一变 那些东西引起了一些不良反应 他们也想拉了 各自以平生最快的速度 找到了一个盆和一块板 扑尸 扑呲 呲 似到相似的声音 从他们身下传来 这声音一听就很稀 林峰只能先控制着龙大帅 他的僵尸父亲 一直等了好几个小时 天都黑了 他们才算是拉干净 整个祠堂都变成了狗子最爱的位 但人受不了 四人立刻逃出祠堂 找到门口的林峰和龙大帅他爸 最后在九叔的指导下 林峰抓住龙大帅他爸 秋生则用工具磨掉龙大帅他爸的僵尸牙 文才接住 在权位给龙大帅吃掉 也亏他能吃下去 也亏他能吃下去 至于 祝人